4月9日 德云社烧饼在短视频平台发出一段视频 视频中烧饼正在和朋友聊天 为了展示家庭地位 直接喊话正在跑步机上的饼嫂 让她下来 听到烧饼这么说 饼嫂也是非常配合的从跑步机上下来 虽然下来了 但却在一旁捂着嘴的偷笑 虽然是在展示家庭地位 但看到这一幕 有不少网友表示质疑 饼哥这是花了几个包才贿赂的饼嫂啊 好吧 快加油去工作吧 多挣点钱 回来再买几个 也有网友表示 看到视频最后的变脸 就知道真正的家庭地位了 看到烧饼如此在镜头面前嘚瑟 不知道回家以后烧饼会有多惨 也有不少网友期待后续视频 不能有点零花钱吗 有啊 你 不是 就是他能做主家里的钱 被饼嫂的一个眼神 吓得烧饼立马改口 估计这才是烧饼的真正家庭地位 不但如此 烧饼也在节目中表示 饼嫂说关灯睡觉 烧饼立马乖乖的关灯睡觉 想要玩回手机 只能偷偷的去厕所 当然 无论是谁有一个这么漂亮的媳妇 都会宠上天 烧饼的媳妇不但长得好看 学历也是非常的高 说是学历高 其实就比我高那么一丢丢 我是初中二年级没念完 我媳妇是伦敦大学的硕士 妥妥的凡尔赛文学 估计当时的烧饼底气 也非常的不足 除了家庭地位方面 烧饼在外也非常的小心 在面对粉丝送来的纸巾时 烧饼则选择了已婚的女性 而且还有丈夫在身边的 能嫁给这样的男人 相信饼嫂也是非常的幸福 这也许就是烧饼 能取到如此漂亮的饼嫂的 关键原因吧 不怪吴欣会这样问 毕竟师傅连银行卡都没有 付账都是助理去付 我师傅也是没有见过银行卡的人 经纪人王海来接账 唐媳妇已经是 德云社演员的必修客 毕竟师傅郭德纲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估计演员们最羡慕的 就是鸞云平了 可以财富自由 像我那师哥鸞云平 他就是把钱都放抽屉里 就是家里边有点零钱 或者有个卡呀 都支着密码放抽屉里 用谁花 这就对我来说已经不可思议了 就连岳云鹏想要用一点钱 都得打电话申请 你在忙吗 这样啊 我了解到我们下午 要带着孩子们去赶集 去赶集我手里没有现金 大洋也没在这 你一会儿支付给我几千块钱 然后我去凑点现金 我给孩子们买点鞋衣服什么的 如此爱妻子 有责任 有担当的德云社演员 谁又能不爱呢 至少他们不会塌房 也值得大家去喜爱 你们觉得呢